大家好 我是毓敏 我和郭大師 郭博士有一個節目 《那些年》 會在星期六 深夜時分 11點至11點半播出 《那些年》是說什麼呢? 我們兩個 有人是夫子自盜 有人是插課打雲 說的是香港的舊事 舊得來有些是幾十年前 有些可能是一百年前 現在不是懷舊 而是溫故自身 還有這個節目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記得留意收聽、收聽 還有記得交月費 好 回到第二節 剛剛曹先生說到轉專長 以我所知專長也有分到不同種類 例如有普通的專長 空心專長 現在的房子很喜歡預製組件 預製組件的專長好像有些分別 不如曹先生說 這些不同種類的專長 我們有什麼要注意 或者有什麼分別 其實在香港的住屋環境 你村屋多數都是專長 或者是普通的石屎場 如果政府留意 特別是公屋 就是預製組件的石屎 生氣的基本上都是預製組件 有很多在一個單位內的 內部間隔是用空心專 其實來來回回 都會預見的是這幾種 對嗎 可以很明確地說 在大約2000年或以前 政府製造的預製組件 在強國製造的石屎的硬度 是強得不一定的 很強的 對,很強的 那… 2000年之後呢 這個…大家試試吧 好 例如有些40年或30年的樓宇 當時是用預製組件做的 那些石屎至今 都在堅硬程度上是震驚的 即是負重是很強的 對,你轉進去的時間 你會很明確感覺到分別 好,普通私家樓或石屎 它是釘板紮鐵做出來的 那類的 另一個硬度 比較最弱的 可能是普通磚 普通磚是最弱的 對,而… 而… 更加就是 你究竟… 也要判斷就是 究竟要否轉這個洞 那就是空心磚的照片 是 我怎知道那是空心磚 其實你找一隻手 這樣撐進去 大力一點 那你都已經噴噴聲 那些就是空心磚 即是… 反而實心磚是沒有聲音 空心磚撐幾下 就會很明顯聲音 對,你感覺到空洞 這樣就有了 那… 那是否空心磚 你就不建議轉洞嗎 不是的 反而不是 空心磚 裝抽油煙機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但你不會掛了電熱水爐 在空心磚那裡 那那些就一定可以 那就等於掛了炸彈 刺殺的 對 變了 在不同的場上 或者你想做的那樣東西 譬如我只是掛一個毛巾架 是 那根本各樣都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的 但如果你真的要掛一個電熱水爐 這樣 當然你是要有那個 做那個氣體爐具的那一排 這樣才可以去做 自己就… 即是理論上是不行的 自己不可以掌握 自己不可以掌握 在空心磚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可以做到普通的層架 又或者抽油煙機 這些東西 是 那碩士磚當然是可以 是 好了 講到這麼久了 剛才也有製作人員 跟我反映 你講到這麼久 都未講到重心 其實因為你不講個洞 就講不到插入去的螺絲 是 今天你講個洞的過程 都已經這麼複雜了 是 現在應該都需要講到螺絲 是 不如就介紹一下不同螺絲的種類 是 其實 剛才一開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譬如說阿巴人也有講過 有些一字的螺絲 這裡只是一字而已 用一字螺絲批 現在你很常見都是十字 是 好了 其實呢 還有些是六角頭 哦 用角時去搞螺絲 明白 這個字 一、十字和六角 你覺得有甚麼 有甚麼分別 是 可能 一字和六角那些是 轉木的比較多 這個是用途上的分別 用途上的分別 對 它的物理上的分別 我可以說 是 很多時候 都沒有人會想過這件事 但其實那個分別 是 如果你只是一字 是 一畫過的 當你那個一字螺絲批 你去扭的時候 其實你的扭力 就只是放負於兩點 摩擦力會低一點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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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十字螺絲批 你的扭力 要用很大的扭力 扭螺絲進去的時間 你的扭力分佈於四點 是 如果是六角螺絲的話 你的扭力分佈於六點 六點 而 如果你是用很大力扭進去的時間 那一口螺絲才不會披口 十字螺絲經常有披口的情況出現 對 這個 稍後會說有關不鏽鋼螺絲 究竟你的口不是不鏽鋼螺絲 是嗎 不鏽鋼螺絲 是不是大部分螺絲都是用不鏽鋼去做的 有 是倒閉的 倒閉的 那 現在 這個年代 做的不鏽鋼螺絲 已經是便宜了 相對 以前是貴 以前是很難找到 相對純鋼的不鏽鋼螺絲 現在 強國也有很多不鏽鋼螺絲 而是 其實 是可以 用得到的 即是普通來計 即是普通來計 這樣 當然 外國的也有 當然有 德國的 那些價錢肯定比較貴 對 一口拉包的100元 100元 一口拉包螺絲 一口拉包螺絲 即是這樣 這樣 好了 螺絲呢 就會分六號螺絲 六號螺絲 即是如果降啞螺絲 它是用粗油來分的 用有啞 這部分的直徑 是 那你知不知道直徑是多少 如果六號螺絲 六號螺絲有啞的直徑嗎 好像是 讓我看看 對 你要看看功課 因為這一集最重要 最重要 其實就是講 這一部分 六號螺絲 以我所知是3.5mm 對 沒錯 這口就是六號螺絲 降啞螺絲 你看到是這麼小 好 現在說這口螺絲 這一部分 是多少 3.5mm 3.5mm 這是六號螺絲 大家記住 好,接著八號螺絲 八號螺絲是4.1mm 好,即是說 除了螺絲頭 之後這裡就是4.1mm 好 我先放這裡 好 接著 就是十號螺絲 十號螺絲 就是4.8mm 好,4.8mm 好,即是現在這裡就是6.8.10mm 是 那 這隻螺絲我們會最常用的 其實 最常用的話 如果比我的話 是 我見很多 裝修師傅 一用都會用八號螺絲 因為 因為你逛街 你會很常見 綠色這隻 綠色膠質 是嗎 好 那我就會說 六號 八號、十號 是 六號螺絲 就是用 紅色 紅色的膠質 八號螺絲就是用綠色的膠質 是 十號螺絲用藍色的膠質 是 六號螺絲用的石屎轉嘴 是用5.5mm 即是你用轉嘴轉個洞 是會大顆螺絲的 當然 因為 要塗膠質 對 或者是6mm的轉嘴 5.5mm或6mm 轉完之後就塗膠質 紅色的膠質進去 然後 上一個 六號螺絲進去 是 好了 如果用八號螺絲上去 紅色的膠質是6mm 可以嗎 是可以的 但會不會轉爆那顆膠質 都沒有問題 它預了爆 它預了爆 是的 你也會強行迫進去 亦相當是穩陣 但實際 你有沒有手力扭進去 這是另一個問題 那就要很大力 是的 待會這一集結尾 有關衝擊起子 就會有關一件事 八號螺絲是可以用紅色膠質 但很主要 正常都會用六號螺絲 紅色膠質 好了 如果用六號螺絲 用藍色膠質 會有甚麼情況出現呢 會不會太鬆 會太鬆 會太鬆 即是沒有意思 所以其實寧願用小 也不會用大 是的 綠色膠質 即是八號螺絲 就是用6.5mm的鑽嘴 6.5mm的鑽嘴 是的 然後 8mm的鑽嘴 就是藍色膠質 藍色膠質 好了 由頭重複一次 大家可以抄下 六號螺絲 用紅色膠質 用6mm 或5.5mm的鑽嘴 8號螺絲 用6.5mm的鑽嘴 用綠色膠質 10號螺絲 用8mm的鑽嘴 用藍色膠質 好了 為何會有白色的呢 白色這隻 難道尺寸是更大 或更小的螺絲 對 這個是5.5mm的 5.5mm的鑽嘴 用6號螺絲 也是給6號螺絲 也是給6號螺絲 對,也是給6號螺絲 用的 好,這些膠質 你買回來 我這口螺絲只有這麼長 可能只有一寸 但這寸半的膠質 你會剪掉 對 通常你轉的孔 必然比螺絲長 對 對 好 那這個螺絲裡 大家要留意一點 你留意一下 這兩口螺絲 實際有甚麼分別 這兩口螺絲 我給你看 這兩口螺絲 看起來 大家都是十字螺絲 有個頭 這裏是凸出來的 這裏是平頭的 對 它們的分別就是這裏 對 當你買降雅螺絲的時間 強國 我都不記得它叫甚麼名字 這個叫尋頭 還是怎樣 做一個平頭的凸頭 對 當你這口螺絲完全收進去之後 如果你是平的 成90度的 是 這樣的話 這樣會否壓住 套住的物件 會側實 對 但如果這個不是 會突出來 會變成一口螺絲突出來 又會壓爛了 那個洞 對 對 這樣就要留意了 但有沒有特別的情況 是用平頭 有甚麼特別的情況是用突頭 通常是木工 木工 即木的物件 因為當你 如果這個位置 凹凸進去的話 當我整個口螺絲扭進去的時候 你摸在表面 你是摸不到任何東西 對 對 如果這個是鐵片的話 鐵片的厚度 可能是2mm 那扭進去之後 那便完全摸不到 它的口螺絲突出來 是 但如果這一款的話 就不是 它是很困固 但是有一個螺絲的表面 可以摸到一點點 可以摸到一點點 有一個圓形 就會突出來 是 分別就是這樣 分別就是這樣 而 那個螺絲的底部 它壓住那個負載的物件 對 它是很少的位置 負載物件承受的壓力 那一點就會很大 所以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叫戒指 就加一個戒指 對 加一個戒指 這樣使得 它壓住 那個落頂的物件 那個… Surface area 對,Surface area 就會大 就會增大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爛 特別是木 就把壓力去… 對 你掛一個木櫃的話 難道你一點點 剛才木就會爛 就會爛 對 那 另一款就叫彈弓戒指 彈弓戒指 它是隔起了這樣 你照一套 其實它就是一個彈弓的效能 是 迫著落頂的物件 這個表面 和鋼鐵螺絲 就讓它不會鬆 這樣 好了 在這些正常環境裡 就用這些普通的鋼鐵螺絲 那 要你說 喂 十號螺絲這麼粗 也不行 是 十號螺絲應該是最大的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不應該要說 用這個爆炸螺絲 對 其實有大於十號螺絲 有大於十號 對 但其實已經沒什麼意思了 如果你在普通的家居 來算 當十號 那個負載都可能會超載的話 你就要考慮用爆炸螺絲 但爆炸螺絲有分兩種 有分拉爆和撞爆 其實它們有什麼分別 或者我什麼時候應該用拉爆 什麼時候應該用撞爆 對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有些燈在天花上 吊燈 水晶燈 很多時候 它雖然不是很重 但也會用拉爆 你知不知道原因 以我理解 拉爆螺絲應該拉出來就要爆開 而你吊燈吊上天花板 有地心吸力 那樣東西一定會下墜 如果你用拉爆螺絲 即將螺絲向下拉 令到它會吃死 那樣更加穩固 對 那我假設 有一盞燈要吊燈 而其實我用六號螺絲已經可以了 那天花在那裡塗膠質 然後我就乾手正腳 這樣 但膠質會慢慢滑下來 對 原因是因為燈會發熱 導致膠 用 用 是有機會會用 而使燈會掉下來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做燈 都會用爆炸螺絲 有關爆炸螺絲 有拉爆和平爆 即撞爆 即撞爆 所謂拉爆的原理 好 其實是一枝套筒 是 一枝不鏽鋼的套筒 是 然後 有一枝心 好 然後 你再上施帽 是 當 這個頭 就頂住了套筒 這裡有個列紋 他預先已經做了 好 當你 這一部分 即這一部分 已經進入到石屎裡 你繼續去收 即扭 這個施帽 這個施帽 這裡一邊會退 一邊會退 如果大家留意到 它那個 外邊的套筒 已經開始凸出來了 開始凸出來了 對嗎 是 看到 好了 如果在石屎裡 它還要洗到擠壓了 這個已經開始爆開了 不用用 不用用電鑽了 不用用電鑽了 在石屎裡 它根本沒有可能會 爆多了幾mm出來 是 而這種模式 就是物理上 去迫住了 塞住了 軸心 是 對嗎 那它就等於 那些壓力 就全部給了軸心的這條不守鋼 是 所以相對會穩陣 它承受壓力了 承受更多 是的 其實我見過有師傅 當然 我要強調一點 這個爆炸螺絲的組件 的而且是不守鋼線 一定要 如果其他銅鐵 當然不可以 是 它是廢鐵 大家也不用多說 不守鋼線 不守鋼線 夠硬 是的 而 不如全部都用爆炸螺絲 一定會穩陣到 一定會抬油 那不是 那爆炸螺絲的不好處 是否傷了 又很難拿出來 是的 它有它的壞處 爆炸螺絲的壞處 第一件事 就是震盪 當你這樣迫住了那個洞 然後把壓力給你 這點的時候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當你有大力的衝擊 震盪的話 它會鬆 一鬆的話 有機會套筒 就退出了一個石屎 那就是盛盆 掉落地下 是的 如果它是五匹的冷氣機 那命都… 這樣炸死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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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窄期的就是震盪 是 爆炸螺絲來計 而如果 你說要脫出來的時間 那我怎樣脫呢 好了 首先第一 我扭開絲帽 是 扭開絲帽之後 那它是否在石屎裡 這裏 這裏 這裏是石屎 這裏是石屎 我只會看到一個頭 是 好了 接著 找個脫仔一下打下去 向… 然後踏進去 對 向牆上踏進去 去到那個位置 套筒和軸心分離後 你找個尖嘴鉗 夾著套筒 把套筒拉出來 然後整支可以拿出來 當然 這個… 工作比較複雜和煩 是的 當你要考慮用爆炸螺絲的時間 當然要深入考慮過 有什麼需要才會做 還有爆炸螺絲的成本 是否比普通螺絲更貴 是 會是 但又不是一個… 天價 天價 也一定比人工便宜 對 你找師傅做 當然 當然 專業師傅 這個 他們的手工 當然可能會比你更穩固 你自己 因為未做過 如果大家在家裡 打算做一些比較重 或吊燈的 都會找回專業師傅 是的 但一些較輕便 較普通的 就自己來 可以試試 是的 接著要說 有關 到最後 就是有關 評爆 評爆 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評爆 即是撞爆 撞爆螺絲 跟普通拉爆 有什麼分別 是 是 一個 剛剛你說的 一個就轉進去 另一個是否拔出來 哈哈哈哈 其實兩個 那個mechanism 都是很類似的 是 是很類似 好了 你轉了一個洞 放了一個 拉爆進去 接著扭屍帽 剛剛 他退出來 接著逼死了 好了 撞爆 就是 反過來 不是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轉了一個洞 是整支撞爆螺絲 放進去之後 然後 徐仔 就用個斌子 放在這裡 用個徐仔 抖抖抖抖 抖中間的心 使它抹開 來逼住實使 好了 然後 你是要 再上一口螺絲 跟著啞位 一直扭進去 然後繼續逼中間的心 抖進去 抖進去 好了 講到這裡 其實很清晰 兩件事的分別是甚麼 一個 就敢直接 放進去 轉 搞定 這還要兩件事 最清晰的分別 是 究竟你的負債物 的重量 你是容不容許你 用師母 或者 你的負債物 只可以上螺絲 我 假設 我做過那些吊燈 是的 很多時候你是很難用拉爆 因為 那盞燈 是沒有位置給你套 那一口才沒有上去 是 你就唯有 是用平爆 然後 上一口螺絲捲著它 因為它只有螺絲洞 有些燈 所以唯有用平爆 拉爆 因為你一定要用那個物件 有個洞 有個師母給你轉進去 而容許我的手 可以把師母轉進去 我才可以用拉爆 所以在功能上 最大的分野就是這兩個東西 而拉爆 你一直扭 軸心一路出來的時候 那裡可能會有三英分 三英分 扭出來 是 而平爆的話 是由你自己控制 因為你選擇那口螺絲的長度 對 然後呢 分別就在這裏 那言下之 其實撞爆的螺絲會 多些用在 例如吊燈那些地方 很視乎究竟 實際那件物件 實際那件物件 那件物件 是容許你怎樣做 即不同的螺絲 其實都是用途 我們用甚麼螺絲 其實是根據我們要做那件事 對 那最後 因為我已經被控制員 已經是瞄我了 控制員 黑了臉 我要盡快說 那 就有關螺絲批 那 以前的螺絲批 就有一個 手柄扭進去 十字頭 又正方形頭 一字頭 對,一字頭 說錯了正方形頭 正方形頭 是有的 是有的 在電子儀器裡面是有的 有的 我不說這件事 通常 十字形有螺絲 也有套筒 好 那 我就覺得這件 電動螺絲批 其實是這個世界 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因為方便 按鈕 又出又入 對 不用用力 按鈕 一支普通的電動螺絲批 它就會轉 好了 但如果當它已經轉不到了 它扭住的時間 因為我現在做不到這個效果 那麼 它就會有更加大的壓力 就會鎖住 它就會開始出現 噹噹噹噹噹噹的聲音 然後它的扭力 它是沒有衝擊的功能 但是它的扭力是 比人手強 可以很多很多倍 然後 將螺絲扭進洞裡 扭到最準 扭到最準 是的 這些螺絲批 現在這些衝擊起子 這個不是純粹電動螺絲批 衝擊起子的能量 即是扭力的能量 已經足夠將一口不鏽鋼的螺絲扭爆 即扭爛了螺絲 是的 但我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可能螺絲批比較差 我聽到聲音之後 電動螺絲批的力 是馬上減弱了 再扭不出力度 是的 那你應該換一支 那些是否因為 硬扭下去 它根本承受不到的力 巴士的車輪 它會有一些絲帽 上輪子 然後會用一些套筒 用套筒 當然那些是厲害很多 即是車房那些 那些套筒 套著之後 以前就是 一支風嘴 手握著槍 然後用氣壓 用風泵 去給它動力 是扭施霧出來的 其實現在發展到 其實用鋰電池已經去到那個力度 即是用電已經有 以前用風壓那種力量 是的 現在鋰電池的工具 發展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 即是機器可以縮得很小 不需要很大 對,這個很冷 變成一支電的螺絲批 很簡單 它是六字形的 六字形 壓下去 對,不用壓下去 慢慢 這是一個長的螺絲 螺絲批 短的螺絲批 變成爽的螺絲 其實也不需要自己用力 是 譬如施霧 我要上一個拉包 我把套筒放進去 一個扭 轉進去 對,轉進去 當這個工具 最有用的時候 其實是做電弓 電弓 因為螺絲很長 一來手會震 二來手會很難控制 如果這麽長的螺絲 可能長到三英寸的螺絲 有這個電動螺絲批 還有衝擊起子 它也可以做普通電轉的功能 即是換頭 換到電轉 對,譬如說 換六角尾的麻花鑽 這麽已經有普通電動螺絲的功能 是 今天我準備大約要說的 其實我知道超過了很多 但應該都已經說了 你有否留下了 我們有收到一個聽眾 在網上 雖然第一集 但之前我們也收集了一些意見 有一個問題想問 關於有人在家裡裝修師傅 就裝了插數位 誰知就裝高了 那些電器的電線不夠長 他就問 我有什麽方法 可以將插數位 裝回下面 噴下去 是 現在呢 大家看到後面有電視機 雖然小一點 是 我不轉那個螢光幕了 有一個面膜位 廚房裝修完 屋主的原材也放在下面 那應該怎樣處理好呢 其實因為磚已經開了 對嗎 對 有很多行長內線 再搞就已經很無謂 那它的難處就是 那些電器的電線不夠長 是 那要硬去改它下來的話 其實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煮滾東西寫東西 就會蓋在插數位 即是在低的話 對嗎 有好又不好 那我其實建議它是不要弄的 是 那如果要弄的話 那你要考慮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 現在它已經做了那個 不能弄走 對 因為磚已經隔了 向內的 對嗎 那我就要做一個蓋子 蓋住它 然後再做另一個 凸出來的插數 對嗎 去代替它 取代它 對,取代它 但以香港來計算 這個應該是廚房 是 廚房就要用行環形電路 對 如果我這樣蓋住它 找一個蓋子蓋蓋 蓋住它 就這樣走一條線出來 是可能 但不合法 是凡例 凡例 這樣 機電工程處 和電工那些 我公開說的 我只會說 可以將這個蓋子位 轉為 是13M的Fuse座 13M的Fuse座 13M的Fuse座 然後 固定 走一條線出來 再駁去另一個肌肉底 即是下面做多一個肌肉底 對 但這個肌肉底 是要經過一個13M的插座 所以這個插座就變成一個13M的電座 防止它 overload 好 你說話就要小心 好 因為這部分 很多人會很敏感 是 很多專家會跑出來 跟你說 怎樣怎樣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我的except wording 是說 將這個肌肉底 變成一個13M的Fuse座 是 然後 在場外 要用固定的模式 甚至交口 交口 交口 去安裝好電線 再在場外 做一個Masso位 是 是 這個新的場外的Masso位 都是2860伙 是有分別的 不同的Masso 這個是第一個可行的想法 第二個可行的想法 根本就甚麼都不用做 按照用 不然 不如買一些電器 條電線長一點 或者找人改場 他提出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如果放在某些網上討論區 將會有6300人 是會 回覆 是回覆你的 有不同的方法 拿著一本禮書 慢慢跟你說 另外一個解決方案 更加方便的 買兩個拖板就行了 好 今集完 拜拜 好